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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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又來到陳世衛波段里程喔 哇今天呢 我剛剛才看一下這個 播影片之前 通常我會先看一下台股 竟然站上24000點 來到24007耶 哇真是恭喜大家喔 今天又創新高了 這個禮拜台股好像每天創新高 剛開始胎盤的時候呢 會發覺到已經好幾天了 台積電啊聯發科啊這些 都是黑的喔 可是到尾盤的時候 它就會拉起來 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囉 台股不斷的創新高 那大家就會很happy 那最近呢 比較多市面上呢 在講的就是那個 是因為通膨的關係啊 那個只要買ETF 什麼都賺 然後每天都被錢砸到的感覺 那希望這種幸福感 可以一直持續的 每天被錢砸到的感覺齁 那今天呢我們來講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題喔 真是一個新發現啊 大家店長你覺得最近 產業漲最兇的是哪一類的股票呢 金融股吧 為什麼你覺得會是金融股 我覺得滑到星光金還漲停耶 喔我們先前有做過節目 那時候星光金好像還賠滿多 才8塊多 你說它這樣漲停 你可能漲到多少呢 看到有到12塊耶 星光金呢我記得先前 我們在講銀行股的時候呢 有說到它的每股都跌破盡值喔 而星光集團呢 是台灣一個非常大GEO的金控啊 的一個集團齁 但是呢 欸他們呢那時候就是因為 內部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而且呢這個星光集團 它每一個月齁都營收在虧損那個銀行 因為去年有一些像COVID那片要賠錢 那星光金控它在6月份 剛剛公布他們的盈語齁 在單月稅後盈語竟然有102億耶 每股稅後存益 一個月就0.65元 有沒有覺得它就是一個freaker 就是一個奇才呢 它可以在去年的時候一直賠啊 每個月一直賠賠賠 那賠到最後呢 欸一個月就賺0.65元喔 而且呢它累計上半年的 最後盈語達到204.1億耶 哇204.1億耶 一局突破200億的大關 整個上半年齁 所以它EPS只來到1.31億元耶 所以先跟大家爆一個雷 就是星光金在今年的金控股裡面 排行第六名的GEO聲寶寶 我們給星光金拍拍手加加油齁 因為先顯示會有上一些節目啊 像非凡的節目 有提到齁 有可能的黑馬就是星光金 他們還預估說股價會一路飆到20塊耶 當然店長你覺得20塊有沒有可能呢 台股之前說會不會上2萬人 現在都2萬次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星光金上20塊是有可能 應該是有機會吧 欸我們也可以來順順看喔 其實星光金上20塊不難啊 為什麼 我覺得它過去會到8塊9塊呢 跌破禁止其實實在是因為它賠錢 其實它本身在銀行體系跟證券體系 都是很不錯的喔 如果是星光金賺1.31元 欸好像有那麼可能 如果它下半年又賺個1塊多 上20塊不是問題齁 明義股價這邊來估算來推敲就可以知道 那我們來看看呢 大盤從6月份到今天呢 到底漲了多少呢 哇那時候6月份的時候是21,174喔 現在都2萬4了對不對 所以一共漲了13.4% 但是大家知道金融股到底從6月份到現在漲了多少呢 來跟大家一一解密喔 四位做了排行榜在這邊看 第一名呢是富邦金齁 欸富邦金真的是當賣我嚇一跳的 我在看的時候竟然可以到90塊錢欸 哇富邦金真的很久沒到90塊喔 我覺得記得我們 我跟大大電台我們做一集節目 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呢 富邦金是74塊錢 那時候2021年喔 金融股真是大好啊 富邦金那時候還賺超過一個股本喔 那時候它股價來到74塊多 我還做一個教學節目 那一支影片大家可以在我們首頁看到齁 教大家怎麼算本益比跟股價會不會太貴 那一支影片創我們流量第一名喔 在那個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富邦金齁 它今年它在6月1號的時候 那時候股價是73到現在 今天也89 90塊囉 它總共漲了22% 將近22%齁 但是大盤呢 6月份到現在是漲13.4%齁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今年的金融股真的很棒齁 第二名來看一下國泰金 那國泰金呢 它從56漲到今天是63.4 漲幅呢 也跟大盤呢 超過一些些來到13.39 而開發金呢 從14.1漲到16.7喔 那它漲幅來到18.43喔 而這個中信金呢 中信金也是那時候號稱黑馬 我覺得中信金也很強喔 那時候看它的股價21塊 現在來到40.65 那它從6月份的時候 從35.4漲到40.65 總共漲幅是14.83吧 這是第四名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2024年的金融股 到底可不可以重返2021年的榮耀 答案是肯定的啦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2021年的時候 金控股大賺5806億喔 那是最好的一年 後來2022年也變少了 減半那2023年呢 更少了就有3652億喔 這個也很可憐喔 都沒有超過2021年 那我們來看一下 2024年前6個月的金控股 剛剛才出爐的喔 金控股有14家台灣的金控股 上半年爆賺了3374億耶 我們來看一看去年 在2023年的時候呢 金控股呢 一整年呢 賺了3652億 而今年在這個上半年呢 就1到6月就賺了3374億耶 感覺一整年會有6000多億耶 當然店長你覺得有可能嗎 搞不好會比2021年大賺5800多億還要好喔 喔你是說會破6000的感覺 對啊 哇這樣大家會很開心耶 那在2024年到底有什麼習財呢 對金控股來說有三喜名門的題材 第一個是降息價差還有配股配息 配得特別好 為什麼配得特別好 因為今年賺的特別多 上半年貨利大家都知道嘛 金融股如果你是銀行的話呢 因為銀行喔這個 現在的利息是有史以來最高嘛 美國的利息大概是5.25%到5%喔 你去跟銀行借錢 銀行可以收到很高的利息 所以當你開公司呢 或是買房子有沒有發現到 你的荷包呢 的錢被銀行拿了很多走 你每個月要付的房貸都增加很多 有發現到嗎 所以呢 在升息的時候 賺最多錢的就是銀行股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降息 到底對什麼好呢 我們都說為什麼選金控股呢 因為金控股有壽閒 有銀行又有證券喔 因為壽閒為什麼好 因為要降息 如果今年9月份降息 因為美國11月要選總統了 如果他9月降息的話呢 大家有聽說嗎 降息1%喔 這個債券價格會多17%喔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呢 如果有壽閒股的金控股呢 他整個獲利將會提升喔 再來就是鼓勵股息喔 為什麼鼓勵股息會特別好呢 大家知道嗎 在2021年的時候呢 他的獲利是5800多億 配息配了2500億耶 會不會在2024年的時候呢 誒這個獲利來到6000億 而配息配了將近3000億 是有可能的喔 如果以這樣子來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金融股 他在過去10年的這個 年化報酬率有多少喔 這個富邦金的那個年化報酬率 有8.25%位居第一名 而第二名的是開發金呢 他的年化報酬率來到這個7.93% 這是指這10年一來 那大家來看元大金啊 有7.33%耶 那上海商銀有7.25% 那這個大家最喜歡的趙豐金 大概是6.2%喔 然後呢國泰金有5.85%喔 那台新金有5.75% 那這個玉山金有5.31%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金融股呢 他的年化報酬率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公佈一下喔 好這些以下呢是6支呢 我覺得呢 今年的金融股的獲利績效最好的喔 第一名是富邦金前6個月獲利有816億耶 這年增有88% 每股賺5.95元幾乎要6塊錢喔 第二名呢是國泰金 國泰金的上半年獲利716億喔 叫去年呢 同期就是1到6月呢 叫去年成長117%喔 然後他每股呢 就賺了4.66元 那國泰金應該是算所有金控股裡面的成長最高的喔 那他不管是在銀行啊 壽險啊 殘險啊 還有證券業 都是獲利非常好的喔 這是我的第二名 那第三名呢 欸是中信金啊 那時候一直說他是黑馬 在說他的時候他只有21 22塊 而他現在呢已經來到40塊了 漲得快兩倍喔 而中信金呢 他就是中國信託啦 大家有沒有很多人用中國信託的信用卡呢 欸他真的生意很好 他上半年大賺了372億 而且呢他比去年同期呢 增加29.13% 他今年EPS有1.85元喔 大家記得嗎 中信金一直是1塊錢 他的配股配息也來到1.8元 讓大家超開心的 今年開發金真的非常的棒了 開發金他的上半年喔 到去年同期成長了67% 然後他每股的盈域有0.98元喔 玉山金呢 他呢 到去年成長了20.56喔 他也是有那個營收喔 就是獲利超過百億 他來到127.2億 他EPS有0.81元喔 然後呢 接下來是台信金 台信金呢 他獲利來到86.3喔 他的那個EPS值也來到了這個0.77元喔 最後要告訴大家呢 就是呢 趙鋒金啊 因為趙鋒金呢 是什麼呢 他就是大家最愛的關股銀行 可是今年的金控股呢 因為有證券業也有受選業 表現非常好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趙鋒金呢 其實他上半年也表現很好 大賺203億 而他叫去年同期增加8.78 大家可能覺得8.78好像不怎麼樣吧 主要是因為趙鋒金在去年表現得極其太好 表現太棒了 所以呢 他今年呢 累積的EPS值是1到6月是1.42 雖然他只有增加8.7% 但是他的獲利還是有1.42元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聯準會到底什麼時候會降息 那聯準會有說到呢 這個9月降息的機率 大概來到了7成了喔 而且呢 因為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 就業人數增加就20.6啦 以前的就業人數增加大概都有30幾萬 而在6月份的飛龍報告呢 他的強化對於9月降息是更強化 是可能真的會增加強心劑喔 因為他的飛龍就業報告顯示呢 這個就業人數叫上個月下滑耶 失業率從4%上升到4.1% 表示失業率也增加囉 從2021年來到最高點 所以從這邊大家可以知道 飛龍就業指數好像要告訴大家 這個經濟在降溫喔 那接下來CPI指數呢 是3.1% 所以大家覺得說 欸好像 越來越不會通膨的 那9月降息可能是有望了 那最後一點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存股喔 大家如果要存金融股 記得要有三個要件來篩選 第一個我們要選資率比較高的 像是位老師剛才就有跟大家說 欸連化報酬率前三名的這幾家 第一家呢是布邦金喔 你看他連化報酬率8.25% 就把他選起來吧 第二家呢 我覺得是開發金啊 還有元大金中信金喔 國泰金照封印這些 連化報酬率都5%以上 大家就可以把他選起來 所以我這邊比較保守寫一個4%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連化報酬率有5%的 就很棒囉 那第二點呢 欸要填權填息喔 雖然呢你看像國泰金富邦金 他們都配個2塊或是3塊 可是一定要填權 有填權才真的是你的喔 但是我是覺得說 基本上他如果填權的日子越少 表示他的那個動能越強喔 那第三部EPS指一定要大於1啦 就是一整年的EPS 那我是覺得呢 嗯挑EPS大於1應該很簡單吧 如果大家就挑到前三名 那我心中的最愛呢 一直都是富邦金國泰金中信金元大金喔 還有大家最愛的趙鋒金也不錯喔 如果喜歡金融股的朋友 希望今天這一集你們喜歡 那恭喜呢 這600萬的金融股的股民們喔 今年這個6月份呢 金融股漲幅超贏大盤很多 那希望接下來的下半年呢 金融股呢 他的漲勢會超過大盤喔 我們節目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OK 掰掰 掰掰